我们知道就是在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场合中 很多在治疗上的可以说是很珍贵的一些处方 那也可以说是它是灵药 可不可以请吴医生来帮我们推荐几款 古代中医的智商灵药呢 中国古代的这些药呢 外用的其实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的神奇 我这边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受到现代医学 西医的观念就认为说 外用药第一个其实怕是感染 但是我们用药已经把感染这个问题解决了 甚至它还有更深一层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我们中药基本上外用药 本身几乎都有抗菌的效果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 但是呢中药的好处是 它本身还有一个促进伤口愈合 化腐生心 腐烂掉可以让它生心 真的哦很特别哦 然后再来还可以生肌长肉 消炎止痛活血化与软肩散结 一个药膏上面竟然有这么多的综合的效果 所以它不会只有消炎 大部分现在的西药其实在外科的用药里面 大部分就是以消炎为主 刚刚这样的概念的药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中药就是有些很大的优势 简单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中医的很多一些烫伤的药 西药的烫伤这个在外用药来讲主要是以消炎为主 预防感染 那中药来讲像刚刚前面的 鸽子有预防感染以外 还有所谓的比如说消炎止痛生肌长肉 那那个肉芽组织赶快生长起来 让它赶快修复 而且复免到有的好的药 甚至可以复免到完全看不出烫伤的痕迹这样 所以这是非常好 但是我们先来提个几个 比较有名的有意思的药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七梨伞 简单讲它里面有就是珠沙乳香 末药还有红花雪茧儿茶色香跟冰片 古代的炮制是非常精准精确的 所以为什么叫七梨呢 一次只要一点点叫七梨这样的量来吃就好 你不可以吃过多 吃过多会出问题 这个药有什么特别的神奇之处呢 它这个用药来讲它专制点打损伤 骨断筋者血流不止或是筋刃重伤 比如说死嗓割断之类的 你不需要用那个鸡皮包扎 用这个药来渗进去就可以止痛止血 所以这非常的有效 这个东西甚至一些无名的肿毒 一些肿痛也是可以用 除了这个药以外 我们再来谈一个如意金黄散 那如意金黄散这个药呢 其实在我们中医界常使用 比如说你今天急性的扭伤肿痛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一般的诊所一般的医师 甚至民间都会用到这个药 这个如意金黄散的特殊之处在哪边 我这边跟大家解释就是说 它里面有天花粉黄渤大黄 这三个药呢 有点像是比较属于有点消炎的概念 假设你有淤肿有肿起红肿 让它能够消 但是我们前面就讲一个重点啊 急性期你不能冰敷啊 那你用这么多寒粮药 这个概念有点像冰敷的概念去了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药方里面很特别哦 它还有姜黄白子 这是比较温热的药 甚至还有仓竹 还有那个蓝芯 天然芯都是比较温热的药 比如说这个药方里面 冷热的药都有 今天不止要有点稍微的消炎 又要有温通的效果 而且要有气能够顺 所以它有一个橙皮跟厚破 这个药呢 你把它沿成很细的粉末之后 把它那个敷在我们的伤口 所以这个伤口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不止有消炎的作用 抗病毒的作用 抗细菌的作用 那又有活血化于止痛的作用 所以一个药方里面 我们中药都已经把所有的方法都涵盖在里面 那这个药的什么好处呢 它专制一些 比如拥居发备啊 住班钉堵 也就是说你跌铺损伤 你这边局部红肿很厉害 比如说那个整个肿起来 这个时候也都可以用 甚至有的妇女 比如说你产后 比如说他哺乳的期间 那个乳房产生那个臃肿发炎的 这个时候也可以拿来使用 它这个就是说外科株症 随手用之无不消炎 就是非常非常小的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讲的 那最后我们再讲一个我觉得非常好药 非常重要的一个药 叫第一金创膏 那这第一金创膏来讲的话 这个是清朝的一位医家叫陈仲林 他所研发出来的一个药 这个药里面有什么呢 成分呢 有那个熊猪油 还有黄酪 还有松香 滋乳香 墨药 血洁 耳茶 炒过面粉 还有脏冰跟冰片 他为什么要精创 精创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打仗了 或者说被那个刀伤 割伤 被那个枪炮打到了 被那个刀伤整个把它挖出一个肉 这么严重的时候 这个药下去可以让它肉长得很快 复原很坏 也就是说几乎被刀 被斧头砍伤这个的话 也几乎都可以用 那在现在来讲 这个处理起来就很麻烦了 这个药发为什么很神奇 为什么特别跟大家公布 因为这个药方 像刚刚讲的 有一种人 就是他可能伤口会很深 有得病的一种人 就是糖尿病的人 像那个有的糖尿病的人 他可能就是伤口不容易愈合 结果伤口就慢慢的 就是越来越深 然后甚至伸到骨头这样子 感染很严重 通常西医就是要给他骨头锯掉这样子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因为我父亲曾经有得糖尿病 然后他的脚就是因为泡热水 结果后来严重烫伤 甚至那个骨头就是有点烂掉 然后就是受伤 最后就是见到骨头这样子 后来就是去西医那边做一些那个治疗 那西医说要把我父亲的脚把它截断 截肢就对了 然后后来我哥呢就是为了怕我爸这个脚 截肢就是希望把我爸这个脚保住 然后后来呢我哥就带我爸到一个大的医院 就是它是属于一个西医的一个皮肤的整形外科的一个专门的医院 然后呢有做一些很好的一个治疗跟调养 过了一个多月之后终于保住这个脚 你就发现它的脚还是黑黑的 那其实隐隐约有时候还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有点看到骨头这样子 就是蛮严重的 结果呢这样十多年 大概十一二年下来 这个脚伤口还是在那里 没办法愈合 大家就知道那个糖尿病人 它气血非常不好 它伤口修复得非常非常的差 然后呢其实后来有一次我就 吴宜中制造这个药 这个药因为刚好台湾有药厂 他们有制作这个药厂 然后跟我讲有这个药 我就非常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非常惊讶 因为这个药呢其实在台湾的一个 中国医药大学的附设医院 他曾经把这个药拿来做临床试验 对那个糖尿病的人 甚至伤口愈合不好 甚至我们讲就是入疮 躺太久那个屁股 屁股那个屁股已经伤到溅到骨头了 把这个拿来服务 改善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报导师就说 这表示我父亲的脚可以用吗 因为医疗院所已经有 就是大医院已经做临床的研究 确定的效果 让我们更放心 所以我就把这个拿来给我父亲用 竟然我父亲十多年的这个脚的 这个不收口的 甚至乱到尖刀骨的情况 竟然三个月内就长肉 慢慢的长回来 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惊讶 在这里介绍给大家这个药 让大家知道说 终于古代的这些神药 就是你会照顾觉好拍胺照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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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